阿勒比泰 佛罗里达 亚马逊 西伊度 西伊度海牛 接下来就是我们园区所展示的西非海牛了 那因为其中呢 只有亚马逊海牛是属于淡水的海牛 其他四种在海水跟淡水中都可以生活 那因为海牛的种类和数量相当的稀少 就亚洲地区而言 只有日本和新加坡的水族馆 有展示可爱的海牛 再来就是海洋公园了 因此在座的各位可以说是相当的幸运 海牛呢也是跟我们人一样 是生活在水中的大型哺乳类动物 那哺乳类动物呢 跟我们人类一样有下面其像特点 第一有毛发 第二是胎